没有低保的,连电费网费都没有了 输了就是白打了,赢了可以拿到800块 这是一场抢15的长盘局 抢15的长盘局 小孩这里的手发,普鲁玛丽 是拿下对方中间的不到两个血 你们觉得这场比赛谁能获胜 觉得小孩能赢,刷一个9 觉得日本能赢,刷一个6 这个B 长盘局刚打了不到一份 所以说现在的比分上差距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关键就看最后的15分是谁拿到的 OK,小孩这里又抓到对方一个落地的一个硬直 偷到一个下盘清准机会 开始直接连到9连之后 继续关对方色谱压制他压制 对方挥着这个气赶紧出来 小跳重腿直接偷到一个下盘的清准机会 开比赛 这一波好在对方没有借 但是 睡影的高爆发的伤害 会给小孩的血量到处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不用气就打到了接近三个半的血量 太难了 好,小孩开始打无端的套路摸血 对方又是一个垂直小跳的动腿 套路小孩这个习惯不是很好啊 知道你喜欢用这个套路来摸的血 提前几跳了 有点亏了啊 小孩这边本来想摸血 结果偷击不成18米啊 被对方给他反杀 继续开始 现在手上只剩下一个八神 对面领先他 领先他半管血了 加油加油 好吧 咱们给主播点点赞好吧 喜欢看拳皇 喜欢看格斗游戏的朋友 大家还给我点个关注 可以加入咱们的粉丝团 本场比赛小孩手上是武器八神 对,没错 你们最喜欢的 喜闻乐见的武器八神又出现了 怎么办 不要乱圣龙了兄弟 今天晚上 你前面几个圣龙都已经是被对方套路到了 OK 现在八神被对方牵制了 只剩下六哥的血量 不到五哥了 怎么办 好的 就是骗你出圣龙 好 这个圣龙是打一个确认的 潜中中腿 蹦跳 那么现在对方的血量 一点一点的被小孩给他削跳 血风来了 下腿接起来了 欢迎我 柯柯大佬回家 晚上好 欢迎我硬了老铁 晚上好 今天晚上比赛 打到现在 双方的八神继续在战 都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大将就开始 五七八神就出来了 对方也是马上打到四个气了 他现在攻不进去对方的防守 对方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 地方抢先给裸爆被C OK 不要慌不要慌啊 不要着急 现在比赛来自于日本的M大师D战小孩对局 左边是 日本 右边是中国 那是现在血量上再有绝对优势 完全不带过时间 小儿可是很难受了 他的血量太少了 擦了对方的两倍 对方抢先长出空 我去没了 这把武器发生 终究是一个魔咒呀 我谁能 谁能这样做啊